嗨 我們做了一件團梯 稍後展示給大家看我們的團梯 昨天設計了一個T-shirt 我們今天的行程會去沖繩 再南部一點的地方 就是支點甲公園 以及想去澳母島看貓咪和浴泉洞 希望我們今天可以完成這三個行程 哇 速食啊 好美 對呀 其實那邊是有的 但我死也不要在那邊 我們在酒店出發 現在就駕駛了大概 都不知差不多駕駛了一個中車 就來到這個支點甲紀念公園了 Yeah So Free 高難度 不可以丟我下去 不可以丟我下去 大家來這個地方記得要做好防曬 因為附近都是沒有樹的 遮陰的地方都很少 所以記得要塗防曬和帶水 走完煎年校就忍不住 也要坐下來吃午餐 補充一下體力 那我們就去… 不去我沒有樹 因為浴泉洞會做些衣服 所以決定去浴泉洞 在浴泉洞的途中 我們就找到一間民居裡的小店 讓大家看看風景 這些食物已經離開了 每天都會有不同的午餐套 來到的時候就可以在門口 看看板子 有些午餐套 我們今天就捱了一個午餐套 第一就是雞肉和芝士 配照燒汁的一個餐套 還有一個牛肉虎虎 這個虎虎是他們那邊 一些比較特色的小食 待會試一下它是甚麼味道 Ara就點了一個 應該是辣雞醬的飯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いただきます 這間餐廳其實是在Google Map找的 通常我就會按現在有開的餐廳 因為很多日本餐廳 中間會落場 或者只是晚上才開的 所以我一定按Open Now 然後就會找Top Rated Top Rated 它就會自動將一些四分以上的餐廳 我就看到這間餐廳 就是在我們去玉泉洞 中間會經過的 所以就選了這裡 還有因為這裡最厲害的 就是可以看著海吃飯 好 在剛才的餐廳裡開了大概十分鐘 就來到Oakinawa World Oakinawa World裡面有幾個不同的主題 一個就是肉傳動 之後就會有一個熱帶的蘭花園 然後就有琉球的Gras 即是琉球玻璃工房 有一個琉球王國的食客廳 才可以模擬以前琉球王國的一個城鎮的地方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剛剛提及過的蛇的薄物公園 我們應該看完蛇 這隻是真的 綠色那隻是真的 這間也是真的 下面那隻也是真的 哇 噁心 你不喜歡蛇嗎? 我不是特別喜歡蛇 這麼大的蛇 沒有 飛機不能看所以我沒有看 如果你的口沒有傷口 你也可以嘗試這樣做 是不是感人心切 夠自己的心切 我會叫那個人自己絕 哇 你自己絕吧 那裡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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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有一個對 哇 好多蛇 Oh my god 很煩惱吃羊蛇 不動的 喔 派房 不 它是派房 這裡是不是綿綿 這蛇是不是蛇曲很厲害 我沒試過這麼近看蝙蝠 綠龜而已 我不喜歡有水的龜 但綠龜要這麼大 我才覺得牠可愛 你看牠吃飯 這麼大的烏龜 不是 牠說會跳的 但牠可以摸 剛剛有一些蜥蜴BB 不知道是不是BB 我不知道牠本身這麼大 還是牠是BB 然後我們看到職員在點人數 然後牠說原來那些蜥蜴 是跳躍力很強 所以牠有機會會越過那個膠板 那牠就要不時掃人掃 確保那些蜥蜴 是在那裡的 大家來這裡的時候 都要留意地下 看看有沒有蜥蜴 散步 來到這個浴泉洞 它就是一個沖繩的天然紀念 我們是一個中雨洞 歷史也非常悠久 好 我們一起去看看 出去 出去發射 出去發射 因為震碎 真的很熱 真的很潮濕 好像100度濕度的香港 牠們現在流水 大家可以在走廊 看線了 大家可以在家裡走廊 都可以體驗到這個 家裡的走廊 是 不是 家裡的走廊 就是那個等大台的走廊 要開抽濕機 很想開抽濕機 嘩 嘩 好閃 慢慢滴 就會因為有礦物 所以就會凝固 我對中雨洞的認識是零 不過我想都是那些礦物 一直跌到地上 就會慢慢累積累積累積 就會變成一條在地上出來的泉 上面那些就是 因為水一直滴 就會凝固了那些物質 就會成為另一條泉 我只可以猜到 藍色的泉 哇 拍出來這樣很漂亮 真的藍色 我們走完這個浴泉洞 都走了幾久 都起碼30分鐘 起跳才可以走得完 如果大家來到參觀 就最好 預算時間 不像其他那些 十二十分鐘就可以離開 這個真的要走一個很長的路 而且如果你很怕這些暗黑的環境 就不建議你去 因為其實都要30分鐘 而且中途它沒有其他出口 所以如果你有幽閉恐懼症的話 就要三絲 這個地方除了剛才看浴傳動 看蛇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琉球文化體驗工作坊 例如像這些做玻璃 跟著可以油的獅子 都可以油的 那就可以去到的時候 應該跟它報名 應該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一進浴傳動 它有個位置就逼你拍照 它有一張免費的尺寸 但它也有一張平常 那些叫什麼8R 8R這麼大的照片 它會印給你 那我就要付錢買 但我手上這張黑白的 就是無料的 哈哈哈哈哈哈 在剛才的Oakinawa World 其實開10分鐘車 就要來到這個奧姆島 奧姆島 其實有這個稱呼 就是沖繩的貓島 我們來到一個涼亭的地方 就已經看到有5、6隻貓咪了 我們洗手 那這裡的貓呢 有一部分就是野生的 有一部分都是人羊的 那其實我看到貓的性格也很不一樣 那可能有些比較親眼的 那看到有些人都可以抱起貓咪 但我覺得如果貓咪不給你抱 就不要求求了 那另外呢 就會有些人自備帶的零食來 那我覺得這些是出錢的 是不是 那我自己沒有帶 那但是 其實大家如果想貓咪親近你多些 就可以帶一些零食 在這個奧姆島製了9個字尺 我就來到賴翔島了 剛才沿路來的時候 那個日落 然後中間穿的雲層 那些耶穌光 超級美 但是我一落了 就是耶穌光 就沒有了 不過這個地方也很美 我們一起看看 那這個賴翔島是一個非常接近機場的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去到行程 大家平日可能想不到時間過來 不要緊的 你去機場前有時間 其實就可以搭一搭這個賴翔島 賴翔島有什麼特別呢 它就是沿著這個海岸 就會有一排白色的建築 就像蕭希蝶一樣 完成了這個觀光行程 就決定進入這個購物行程 在酒店附近 其實有一個Paluco City 沖繩新的商場 雖然這個Paluco City 在很多大的城市都已經有了 但是沖繩這一間 規模都非常之大 我們一起去看看有什麼買 但是買東西之前 就要先吃了一點點東西 就這樣 那拍車就完全不需要擔心 因為它有六層的停車場 而六層停車場是有兩棟的 所以是一定有足夠的車位給大家拍 同時是免費的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拍這裡 來到Paluco City 我就上了三樓吃回轉壽司 因為來到幾天 來到日本不吃壽司 所以要欠一點東西 所以就來了一間叫做 Megumi的回轉壽司 我們點了很多食物 因為它的價錢也不錯 所以我們打算點了一間 吞拿魚 吃 那就 餓了 貴不貴 我覺得它應該沒有壽司狼那麼便宜 20元 還未到20元 那其實可以 它這裡下單其實是用iPad 那跟大家吃開回轉壽司 都是一模一樣 但是這裡你下單之後 它就不會用火車給你的 那它就 欸火車是軟的 哈哈哈 哎呀 它就不會用那個運輸帶給你 而師傅就直接在那裡 遞壽司出來給你 哈哈哈哈 還是我這樣坐在那裡 應該不知道 遞食 好吃的壽司狼 吃完飯呢 就要展開這個 逛街之旅 一出了壽司狼門後 Eric就已經離我們而去 因為他要去看 Machination 那這裡呢 都挺大的 我剛才看的升降機 就高五層了 噢 更正 原來四五樓 就是停車長間 一至三樓 就是購物和食物的地方 那它就有一些 Mega Store 那就是特別大間的店 那可能有 Unical Sara H&M這些 那就是特別大間的店 那 Machination其實都挺大 哇 這樣 所以呢 現在來沖繩的朋友 就可以看看這個大的商場 祝快你啦 哈哈 他說我們十點鐘集合 是啊 是啊 嗯 那你需要跟我十點鐘集合嗎 跟你走一會 如果你走的太悶 我就不跟你走 拜拜 好便宜 好便宜 兩件來的 兩件來的 3200日圓 好 即是多少錢 哦 啊 這個也挺好的 這裏收十點的 太遲才來的 我們一路可以逛街的時候 就已經八點半 只剩一個半小時 但是這裏三層 雖然大 但是真的很大 所以要加腳步 很多東西看 因為它全部的東西 都是你可以馬上想 買到下手的價位 所以很棒 這家是朋友說的 顧著店 哦 顧著店都很吸引 顧著店的朋友就在這裏 顧著店的朋友就在這裏 好朋友就是紫色的那個 哈哈哈哈 拜拜 拜拜 哈哈哈 我覺得這裏很大 而且很好走 因為其實它的規劃是很整齊 所以你是不會迷路 即是香港有些商場 是很容易迷路的商場 但這個完全不是 哇 你開了差不多都要九個字車 就來到這個 Yasu的Outlet 它就在這個Outlet旁邊 因為那個其實我們去過 但這個我就未來過 所以就來探索一下 我入到地下的大堂 剛剛只是 也有很多餐廳 還有一間很大的運動店 這個Outlet 它就走大眾化老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平民一點的太子 而隔壁 A字頭的Outlet 就主打中上價位 非常專業 這裡就有一間Big Camera 然後它裏面有一個 是賣四驅車 它有一些桌子 給你做Speed Test 還有一個賽道 給你試走你的車 超棒 這裡是一個樓高三層的地方 地下那一層就是Big Camera 那些Sports那裏 然後到二樓就是H&M Unicode 還有Tax Free Account 都是在二樓的 如果大家走到距離 就可以出來這個房間的位置 休息一下 看看這個這麼漂亮的海景 還有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話 其實Outlet對面 是有一個公園 也挺大的 應該放電 也挺不錯的地方 我的美女在這裡 不知道她要扭什麼 原來 竟然又買到東西 原來 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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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最後的行程 大家都會在Loft相遇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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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目標是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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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最近IG很流行的Ohio Cream Ballet Ohio這個牌子除了Cream Ballet 大家都很吹捧之外 其實它的牛奶布丁是非常棒的 我都非常推薦大家吃 布丁 布丁可以嗎? 布丁很滑 很痛嗎? 真的很痛 怎麼做到?怎麼做到這麼好吃? 很好吃 它的焦糖是很噁心的 我都聽到它是很冷的 它有一點絕對吃 它很放鬆 嗯 的